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也是要來實況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剛好我島上來了魚絲亭 我準備好了一大堆魚飼料在等他來 那我要幹嘛呢 我要來抓 我要來釣那個五月份新增的兩種魚 那就是鬼頭刀還有一個叫什麼 也是在淺橋 就是在橋邊那邊可以釣得到的 讓人 這個字念森嗎 讓人森 如果有念錯的話請包涵 除此之外呢 我還想請他幫我做個模型 我之前已經請他幫我做過兩次模型了 一個是獅子魚的 長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騎魚的 騎魚的 我當初委託的時候 我幻想著 我可以拿到一個就是 非常豪華 非常大隻 非常帥氣的騎魚 那我就釣了三隻騎魚給他 結果實際上呢 三隻騎魚結果換來這麼小的模型 你們看 你們看 三隻騎魚耶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在那之後呢 我就沒有再委託 沒有再委託過他幫我做過任何模型 但是呢 秉持著一個收集的心態呢 我今天還是要請他來幫我做一個模型 我已經準備好三條魚了 那就是這個毛尾魚 那就是這個毛尾魚 你看我這邊還有一個旗魚 我等一下拿出來 比對一下 我毛尾魚也準備了三條 看 毛尾魚這麼大隻喔 然後你看旗魚呢 這麼大隻喔 然後你看這個旗魚模型長什麼鬼樣子 它是用三隻這個騎魚做出來 我不知道他剩下的材料拿去做什麼 騎魚松嗎 雖然 很不值得信任啊 可是我還是請他 幫我製作一下 毛尾魚 拜託你啦 吃魚專家 那明天我收到模型之後呢 我會再開給大家看 我已經不到任何期待了 那個旗魚已經傷透我的心了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準備來釣魚啦 那我想要釣的目標呢 就是都集中在 都集中在這一區喔 好啦 那正式來開始釣魚啦 希望能釣到 我想要的東西 那就算是小隻魚我也是會把它釣起來 反正魚絲停在嘛 就拿去賣 好 嗯 竹甲魚 嗯 應該是比目魚吧 喔 鯛魚 嗯 應該是鱸魚吧 哈哈哈哈 偶然 大家最喜歡的鱸魚 海馬 好 又是海馬 小丑魚 嗯 這大小應該是鯛魚之類的吧 聽說專業的動森玩家 看魚影就可以知道 會釣到什麼魚 果然是鯛魚 條石鯛也是鯛 耳帶蝴蝶魚 喔 好大隻好大隻 啊 鱸魚吧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喜歡鱸魚呢 嗯 鱸魚 應該是竹甲魚之類的大小 果然是竹甲魚 小小丑魚 鳳鮪魚 另外就是這個 釣魚高手這個 要釣五千隻的 我現在才釣兩千一百八十二隻 所以剛好可以趁這個機會就是 來增加這個數字 哈哈哈哈 好 不是鱸魚 哈哈哈 竹甲魚 鱸魚 又是耳帶蝴蝶魚 有沒有覺得玩了動森之後 對魚類跟蟲類的認識就更深了嗎 特別是鱸魚 小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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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震動感 果然是鱸魚 有了有了有了 應該又是鱸魚 這時候順便跟大家 教學一下 你覺得東西快壞的時候你就用改造 然後給它換個其他的顏色 有紅色嗎 沒有紅色 沒有紅色 竟然沒有紅色 算了 你把它改造之後呢 這個工具就會跟新的一樣 它的HP就會全滿 來看看這批魚可以賣多少錢 有三萬多耶 還不錯 喔 這沒有丟魚了 就直接有一隻大隻了 剛才說改造之後 你的釣竿就HP滿了 跟一把新的一樣 然後像這種商店2500塊買來的釣竿 差不多可以釣30隻 耶 所以我就把空格差不多空個 約30格 就是不要空超過30格 這樣就不會掉到它壞掉 物品滿的時候我再拿去改造一下 然後它又變成一把新的 那改造工具一個才600塊嘛 然後你買一把新的是2500 就是多少啦 省一點 我居然居然居然失守了 這個影子特別大 應該是 鱸魚 豬甲魚 鳳鮪魚 這已經騙不了我 這一定是比目魚 看起來大隻但也沒有很大隻 這個一定是比目魚 你看你看 我已經會分鱸魚跟比目魚的魚影了 竹鱸魚 竹鱸魚 也是常客 你看這個一定又是竹鱸魚 又是你 結果我是屋賊 啊 魷魚 我們可以釣得起屋賊 我們可以釣得起屋賊 可是我們可以跟竹鱸一起在島上生活 什麼竹丸丸阿 竹麗娜阿 竹魚阿 又是竹甲魚 鱸魚 又是鱸魚 鱸魚 會不會飼料全部用完釣不到半隻阿 竹甲魚 滿了 我們這次來換一個感覺可以釣得到 那些新魚的顏色好了 黃色好可愛喔 鱸魚 比剛才少 繼續第三輪 這又是鱸魚 瓢石鱸 這個應該是了吧 尾巴好長喔 有了有了有了 鬼頭刀了 他好像也叫奇丘 應該是這樣唸吧 耶 耶 我的水族館有新的點藏了 好 那這樣 離目標還缺一條 應該就是你了 連續的 來吧 又是鱸魚 鱔魚 喔 稀有的 太平洋童眼魚 又是鱔魚 在那邊說 與其暗藏劇毒 然後還是用手直接抓 今天釣魚運真的是不錯喔 還好剛才有釣到一隻鬼頭刀 我相信這裡可以釣得到我要的東西 不然撒那麼多魚人一隻都沒釣到 真的是會懷疑人生啊 喔 太好了 太好了 阿 好 來了 來了 但是 這次換粉紅色的釣竿 這隻有肥喔 鯛魚嗎 果然 我覺得肥的就是鯛魚 尾巴長的就是鬼頭刀了 像這個感覺很大隻的應該就是鯛魚了 你看 我已經開始變高手了 鯛魚 鯛魚 我覺得長特別大隻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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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黃帶魚 我忘記他還活著 這隻感覺胖胖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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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人聲 太好了這樣就收集齊了 那剩下的飼料我要留著 留著等 等六月份了 好 我們來看看這次可以賣多少錢 這樣也是有三萬塊喔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島上的新景點 有沒有一種靈異感覺 我把它稱作是悠悠的家 好啦 那接下來我就要把剛才釣到的這兩條魚 交給富達了 捐贈 一條一條捐贈順便聽一下他的解說 鬼頭刀 你不介意的話要不要聽我解說一下鬼頭刀呢 鬼頭刀是一種海裡的魚 它的特徵是那隆起的頭部 身長最長可以長到兩公尺 牠吃起來肉質鮮美又容易料理 所以自古以來就被廣泛食用 且不同地區對牠的稱呼也不盡相同 也許是因為牠只棲息在溫暖海域的關係 總感覺牠的臉一副悠哉悠哉的樣子 悠哉悠哉的樣子為什麼會被叫鬼頭刀啊 只聽名字感覺好像很可怕 好 這次再來捐贈另外一個 你們不覺得牠的圖示看起來 好像在笑嗎 看起來很有喜感的魚耶 來來來 解說解說解說 喔 牠是竹甲魚的同類啊 體型最大的個體長1.8公尺 體重可達80公斤 牠力氣非常大 所以很說釣魚者喜愛 甚至還幫牠取了GT這個綽號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GT 牠們捕捉獵物的方法非常進取 有時會跳上海面 有時甚至連在天空飛翔的鳥類都會吃掉 哇 我光是看著牠的臉就已經開始發抖了 因為附打是鳥類嘛 好的 那我們就順便去博物館看一下牠們在裡面會是長什麼樣子吧 牠們會展在哪一區啊 是那個海鮮區嗎 你們知道這一區是海鮮區吧 因為這邊的這個章啊 鮮美的海魚 有沒有 壽司的材料在游泳 所以這邊整個就是被 被定位為是海鮮區啦 鬼頭刀牠們沒有在這邊嗎 鮮美的海鮮區 看不到 在這裡 鮮美的海鮮區真的是這樣子游泳嗎 因為我每次看到牠的畫面 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 牠就是一直埋在沙子裡 我根本就不知道牠是怎麼游泳的 海嗎 所以鬼頭刀牠們沒有在這邊 牠們不會又是 在那個大水槽裡面吧 那邊已經很多魚了耶 奇魚啊 鯊魚啊 金鯊什麼都在那裡 這一區啊 真的耶 來看一下 鬼頭刀在這裡 牠真的有辦法跟鯊魚和平共存在魚箱裡面嗎 還是因為鳳鮪魚很多啊 看不出來牠會飛越到海面上吃鳥 好啦 那我今天的實況就先這樣子 然後明天早上我再來看一下 我的毛鮪魚的模型會變成什麼鬼樣子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